近年来预制菜消费需求旺盛 产业前景广阔 南沙区积极打造预制菜产业员 最近还将出台相关的措施 推动预制菜产业更上一层楼 实习记者陈思平报道 解冻、切割、业制、静置 这是预制菜、黑椒猪扒的诞生过程 其中业制是这道菜注入灵魂的一部 都是研发出来的 这盘大概可以研至100公斤 将醃料和猪肉倒入这个滚油机 在震控低温状态下 叶制45分钟后 猪肉就会相当入味 除了黑椒猪扒 这家企业还生产物汁叉烧 广式烧肉等二十多种 即烹即热型的预制菜 全年销售量在500吨左右 由于主要是为大中小学 和大型社会企业供餐 企业对菜品安全具有很高要求 我们有专门的施片安全团队 每天也会对现象的环境 操作、能源卫生各方面 做各种检查 每天检查 每周我们会对整个工厂 全过程、全范围做一个周检查 每个月还会对各个车间检查 做一个综合评价 随着预制菜消费需求旺盛 南沙区也把握区位优势 政策优势和平台优势 将力打造预制菜产业员 2022年 南沙区预制菜总产值近20亿元 近期将会出台 关于支持南沙区预制菜产业员 发展的药杆措施 针对预制菜产业员 实施主体 提出16条扶持措施 历增2023年预制菜产值 达到25亿元 在伊芝塞产业科研 还有信息建设方面 也支持我们南沙现代农业集团 筹建我们南沙区的 伊芝塞大数据中心 并且明确了 我们的单个项目补助 将不超过300万元 在培育我们的伊芝塞 示范的这个企业当中 我们在扩大我们的设施设备 设备投资设备更新方面 我们对项目补助 单个项目有超过500万 另外南沙还将在 预制菜原材料采购 组建预制菜协会 预制菜产业金融服务保障 预制菜索源应用 与标准化建设等方面 将会给予一定补助 广州电视实习记者 陈思平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